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AI热潮持续涌现,不仅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CoreOS先进封装产能供不应求,正持续扩充产能。 其他封测厂也感受到客户追单力道放大,积极扩产依应。 顺势带动对设备的需求大增。 红素、新云、万润等先进封装设备商明年营运看窍。 红素是半导体后段封装师制成设备供应商。 法人认为,随着CoreOS设备交机潮涌现,红素本季起,营运渴望开始升温。 这波拉货动能将有机会一路望到明年上半年,带动营运逐渐走高。 明年获利,挑战年增五成。 新云同样受惠台积电,CoreOS先进封装加速扩产。 自制师制成设备,进入交机高峰期。 有望带动第四季营收再创高,明年首季淡季不淡。 另外,新云顺利切入全球第二大风测厂供应链,配合再生晶元需求渴望复苏。 看好明年营运成长动能续强。 万润为台积电众多合格供应链之一, 今年陆续切入Info、CoreOS制成供应链,并供货多元品项。 英特尔作为老牌半导体大厂,自然不甘寂寞。 在该公司12月中旬举行的AI Everywhere活动期间, 宣布推出一系列人工智慧、AI新品, 包括针对企业的第五代西洋处理器, 以及对个人电脑PC的Core Ultra晶片。 同时,英特尔执行长纪星格首次公开介绍第三代英特尔AI加速器, Goldy3,它用于深度学习和大型生成式AI模型。 英特尔计划明年发布,Goldy3称, Goldy3的效能,将优于挥达的主打AI晶片H100。 由于生成式AI解决方案的需求不断增加, 英特尔预估明年将凭借Goldy为首的AI加速器套件, 抢下更大的加速器市场占比。 英特尔介绍,第五代CMT数据中心、云端、网络和边缘运算带来更强大的AI, 它的效能和效率大幅提升。 在多种客户工作负荷环境下,较前代的通用运算效能平均提高21%, 每瓦特能耗平均提升36%。 媒体指出,这是在不到一年时间内, Zion的第二次大改动, 在效能和容量提升的同时, 耗电量减少。 英特尔表示, Zion是唯一具有内建AI加速功能的主流数据中心处理器, 相比今年1月推出的第四代Zion, 第五代Zion在多达200亿个参数的模型上的推理和微调能力提升高达42%, 也是唯一MLPoF训练和推理AI基准测试结果即一致, 且持续改进的CPU。 值得注意的是, 英特尔还准备明年上半年将推出更多的Zion系列产品。 在这次AI Everywhere活动期间, IBM披露, 在测试过程中, 第五代英特尔Zion处理器, 在微软WatthanksData平台上的查询输送量, 比前代提高2.7倍。 而明年将部署第五代Zion的Google Cloud则指出, Tino Alto Networks通过其云端平台, 使用第四代Zion中的内建加速, 即进行威胁检测的深度学习, 模型效能提升两倍。 美国券商Raymond James近日表示, 虽然个人电脑PC销售下滑, 英特尔短期内可能面临困难, 不过投资人应该关注的是该公司的长期机会, 比如人工智慧,AI。 分析师Sherini Pajuri于12月中旬重申英特尔股票, 由于大盘的评级, 并将目标股价由42美元上调至48美元。 由于PC需求减弱, 英特尔11月公布的财务业绩令人失望。 当时公司高管表示, AI伺服器需求强劲, 但传统电脑的销售状况, 恐怕要花更长时间才能复兴。 分析师调向了2024年一季度英特尔的预期, 以反映近期PC疲软的现状。 但他仍相信英特尔可以复苏, 不论是在数据中心内外, AI都是逐渐兴起的机会。 此外, 英特尔在先进晶片代工业务方面, 也取得了良好进展。 他认为, 英特尔可以实现其目标, 一来改善晶片制造能力, 二来吸引更多客户。 分析师指出, 英特尔高低AI加速器订单已达20亿美元。 这是英特尔专门针对AI研发的产品, 预计英特尔有能力将这些晶片出售给企业, 用于较小型产业特定AI模型。 此外, 随着微软人工智慧服务Copilot上线, AIPC是另一个新兴机会, 可以增加商机。 但是, 对于微软等公司来说, 在遥远的数据中心运行人工智慧应用成本太高, 并且必须在本地PC上运行。 他们不可能让11台Windows设备介入Azure来实时运行这些工作负载。 为了实现经济效益, 微软需要将数据中心和个人电脑之间的数据流量减少一倍。 在此背景之下, 英特尔此次正式推出的Core Ultra晶片 适用于笔电和桌机电脑, 让这些PC都可以直接应用AI功能。 英特尔介绍, Core Ultra采用英特尔首款用于用户端的片上AI加速器, 即简称NPU的神经网络处理单元, 将高能效、AI加速提升到新的高度, 能耗较上一代产品提高2.5倍。 英特尔表示, 搭载Core Ultra AI晶片的PC现在就可以在美国部分零售商处购买。 明年, Core Ultra AI晶片将支持全球笔记型电脑和PC制造商的230多种机型。 英特尔还预估, 到2028年, AI晶片驱动的电脑将占PC市场的80%。 英特尔强调, 正在与100多家软体厂商合作, 为PC市场带来数百款得到AI技术强化的APP, 这些极具创造力、生产力和趣味性的APP将改变PC的用户体验。 在一系列新品问世后, 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着重表示, 英特尔尚未准备将IFS拆分为一个独立的实体, 并将其上市, 这代表着该公司没有剥离起代工晶片制造业务的计划。 基辛格将英特尔的制造部门转移到现在的英特尔代工服务IFS中, 作为英特尔内部的业务运营。 基辛格表示, IFS将从明年第二季开始公布财报。 基辛格指出, 他们认为在当前环境下, 内部代工模式的想法是正确的。 在某种程度上, 英特尔已经在运营两家独立的公司, 一家晶片设计公司和一家工厂, 部分是为了让IFS的客户相信, 英特尔是制造能力的清洁供应商。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一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